大家好,我是余波,很久不見 當大家在看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的Studio搬東西收拾東西都還未完成 因為新地方還未有上網 其實原本很早應該有的 但是那個銷售士,那個人 那個跟我談那個人 明明說好了,弄上網 但是經常都不聽,經常都不認機 所以我應該快要跟他搬東西了 很生氣 所以當大家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應該是偷用哥哥的電腦剪片 然後放片上網 原本也是想著等新地方開始 才慢慢拍片 但是觀眾開始擔心我 余波,你整個星期不見了,你去了哪裡 我不管你出什麼片都好,你出些片出來 那好吧 今天我就拍片 分享一下我的日常 和找些東西交換一下 在一路忙著搬東西的時候 自己都沒有什麼上班 原因就是不斷地發表 不斷找不同的廠商 或者品牌去合作 合作做些什麼呢 就是團購啦 或者找一些有些質素的東西 可以用一個正常一點的價錢 去賣給大家 或者做團購 其實有一部分人有找我的 但是我自己有一個原則就是 那件東西是真的好用我才會賣 所以我拿了他們的產品之後 很多時候我都是左試試又試試 想著哪樣好哪樣不好 而當中有一些人已經 談好了合作 就是他們已經答應了 會批貨給我 有一個是台灣牌子來的 等等去嘗試拿這些產品回來賣 那這些大公司銷售產品 就需要有很多的步驟要跟 例如 首先我要發了証書 然後之後 我就要告訴他們 我一個人批貨多少的量 每個月拿到多少的量 才有一個便宜的價錢 或者怎樣可以和我們談 給建議售價更便宜的價錢去賣產品 等等很多東西去欺負 所以我每天的工作 要不就是去搬家 要不就是出去跟他們聊天 和開會 不斷地聊天那樣的人都快要瘋了 現在我都是剛剛搬完東西 我又有工作 我的子女好像應該要類似考APA 那樣的東西 要很多片 或者一些drama的東西 需要拿來做抱負 所以我今晚原本好地搬家的工作 我就變成拿一隻Harddisc給我的子女 那現在就先回中溫度線 至於最近我沒有被人搞 自從那條片之後 那條片之後 南米倆賭油啊 南米倆賭油啊 打了燈 丟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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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加燦 看不看有車的嗎 蜂薯 戰精 好 梳 怎樣啊 刺完油沒有呀 不加燦 就是這樣了 開電單車啊 危險啊 真的超危險啊 之後 最近有沒有被藍絲搞 沒有 對了 飛嫌之間整個世界都安靜了很多 還有區議會選舉 哈哈 河君耀厲害了 大家都知道 很開心 不過我猜不到呢 就是區議會選舉 本身很多年來 西貢區 都是一班鄉民 或者連任了很多年的 區議會成員 今年竟然可以全部都輸了 全部都變成 另一些人 不要說立場 變成了另一些人 希望 期望這些 我們叫做 鄉下地方 牛屎佬地方 不要介意啊 牛屎佬這個字 可以有一些 新一番的景象 最近真的超忙啊 我現在穿了 街油 OIL CHANGE 那盞燈 Merry提醒我 我要換街油 但是這一轉街油 我已經走了2500 我都沒有空間換 因為 等等 不好意思啊 得士路要吊救我了 我現在有大手套 慢條絲你 啦啦啦啦啦那啦 啦啦啦啦啦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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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個人也不是很舒服 因為太牢歷了 實在牢歷也太厲害了 唉,但美景不會經緣上 但它仍然分離 含淚忘如文蒼天同心 唉,超級睏 我平時很少這麼早回家 回到家我應該要移動一部400MARO 因為上一次移動車已經是一個月有多的事 因為有一段時間我正在玩675MARO 完全丟下了它 有一次空閒的時候就洗車 洗乾淨的車,因為受不了太髒了 回到家應該可以輕輕移動一部車 跟大家說一下我平時怎樣煲車 或者一部車放得很久 可以怎樣移動一部車 死我腦子沒有字了,超級睏 收慢一點 可能這裡有塊照片 泥位 多數泥位放在寫著寫著寧實醫院的牌子 即是這盞燈中間 都是沒有鎖那麼快的 好 好,是沒有街燈的 藍色街燈 拍不出的童鎖 拍不出的童鎖 這盞燈中間 是呀 Headys在這裡 裡面除了有童鎖的照片之外 還有對上一次黑客劇場的照片在裡面 如果你要用它做照片的話 你隨意做 那些Snap 如果你想用來組成一條短片 做照片的話 你全部拿去用吧 裡面沒有鬼的東西,任你去玩 是呀 我不急用,這隻Headys有機會見到面 你還給我 好呀好呀 好了,故事完了 沒有凍傷了嘛 我覺得你凍傷了 是呀,我當然凍傷了 我心裡凍傷了 好了,扯吧 再見 小心點 好,任務完成 哇 我的生活真是充實 咳咳咳咳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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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好 現在是時候回家 回家就可以 拿一部400mR 跟大家說一下怎樣煲車 我來今未會賣東西 其實我賣東西的時候 我開始有點煩惱 因為我知道我賣的東西 是大家一定會要的 是所有棍波車的人都會合用的 是不是 對呀,所有棍波車的人都會合用 你們都會想有一套的 那我就 哎呀,對不起 傻傻傻傻傻傻傻 為什麼我要說對不起呢 因為我明知道有回船處有車 衝出來 我都照賭有賭出去 雖然我覺得夠距離 但是會嚇到人 所以大家不要學 知道嗎 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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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賣東西 我開始在想怎樣做交收方法 因為我是沒有門市、沒有地鋪 所有東西都是網購的 網購最快的方法就是開Google Form 然後大家又填東西交收 而經過上一次車鏡的團購 亦都引伸了一些小插曲 就是有些人可能怕自己沒有成功寄到方法 然後就會傳兩次或三次 或者有些人連一些基本資料都沒有填好或是填錯 之後我就需要花時間回覆訊息 有些觀眾跟我親近的Instagram、Facebook 有追蹤的那些都會知道我最近在做甚麼 他們提議叫我寫網站 但是我現在這個網站還是很初期 因為我一打開一個網站都沒有甚麼好賣 我還是要不斷花時間去找和試產品 而覺得那東西適合用 而大家亦都會買東西 我才會回來 因為大家都知道甚麼叫黃色經濟圈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為了我能夠回到一些東西 但讓我開車吧 我已經很冷睡了 黃色經濟圈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因為我那一件東西 我賣貴人會不會買呢 大家純粹覺得那件東西有用 才會來賣一件產品 才會來賣一件產品 所以當很多人找我去 用Google Form 有些人真的會看漏眼 結果有些東西我們統稱 做廚房就知道我們有東西叫做翻手 翻手是很麻煩的 我也有想過 大家填好Google Form 然後有一天星期六或一星期日 我站在8號那裡 人站在那裡 之後大家過來跟我交收就算 吃西包風那樣交收 天氣很冷啊 所以一切都在想 而其次就是 我需要進行一些諮詢 諮詢即是 剛才說到電動工具 要批到很大的量 我知道某些人會買 我才可以拿到便宜的貨回來 如果大家只有小貓三四隻的話 我是甚麼都做不到的 喊到貨的量有多大 才是王道 誰能接近貨 誰能賣貨 那個就是習主席 我現在只是想快點回去 然後煲完車 走一轉 之後就回家睡覺 喂喂喂喂 你過不了啊 不要緊要 喂唉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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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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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甚麼事 牠為甚麼要打一下 問號 嘿嘿 這個世界就是有這麼多古怪的人了 近況分享完了,差不多 所以 下一步 都是要分兩條片出的 下一集 我就講一下怎樣煲車 還有看一下 平時煲車的我是怎樣 一天 拍片 但分開兩條片 MOTO VLOG 真的簡單 好 下一條片再見